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的夏天都会有很多时候会如此炎热 如此高的温度如何保护我们自己 那么第一个就要提醒大家 你不要在长时间早上10点到下午4点之间 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 有小baby小宠物和你同行的时候 请你记得要带着他们下车 不能够把他们放在家里 而在昨天呢 也看到呢在炎热的这个气温下边的话 我们看到休斯顿市长Turner和County的Commissioner Garcia 以及Reliant Energy宣布将会要把免费的 potable的移动式的冷气提供给休斯顿的民众 那么在这里的话 因为接下来的话 我们的温度 Heat Index将会达到110度 如果没有冷气的室内是非常危险的 可能没有办法 这个是安全健康的度过 所以呢现在如果有需求 或者想要去申请 拿到免费的potable移动式冷气 请打832-393-4301 832-393-4301 那么这一个电话的话 你可以就是去和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讨论 了解你是不是可以申请 另外呢在这样子高的温度下 当然室内的空调是没有办法节省的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在德州的州长 Greg Abbott 在昨天签署了一个法案 也就是呢在德州 接下来就不能够在你的汽车牌照方面 使用的是纸做的牌照了 一定调用的是金属牌 那么现在众议院的第718号法案 就是让汽车的经销商保留 他手头上的金属牌照 提供给买车的这个车主 从而不再需要临时的牌照 纸牌照 这一个法案在昨天已经成为法律 州长在昨天已经签署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这个新闻 我们看到呢 就是在经济方面的话 看到在经济的研究所预测 在昨天公布的美国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 整体CPI和核心CPI的增幅都会低于市场原本的共识 这也使得美国联准会这个礼拜的利率会议 更有暂停升息的一个依据 在礼拜一的分析报告中说 五月份能源价格下跌 抵消其他类别的物价上扬 整体CPI因而大致的持平 那么也表示呢 物价在现在的表现来讲的话 那么它的增幅 不论是整体的CPI与核心CPI 都会低于市场原本共识 所以联准会的利率会议应该暂停升息的机会就蛮大的了 另外呢 则看到呢 在华尔街日报也在昨天报道 就是根据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最近的谈话 拜登政府计划延长对韩国以及台湾主要半导体制造商的豁免期 允许他们在中国维持并扩大现有晶片生产业务 不会遭到美国的报复 华尔街日报引述若干与会人士所言 说美国商务部级工业和安全事务次长 上个礼拜在一场产业聚会中表示 拜登政府有意延长美国晶片出口管制政策的限行豁免期 这个政策目的是在限制企业把晶片和相关制造设备出售给中国 所以在现在如果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属实 那么对于韩国台湾半导体业者的话 那么在中国的营运就可以有延长的豁免了 那么谈到了中国 美国国土安全部辖下网路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他的局长在昨天说 如果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 中国骇客几乎是肯定会破坏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 像是管线还有铁路 他警告美国民众需要做好准备 因为中国当局的骇客可能会躲过美国的防御 并且在现实世界当中造成破坏 好 我们看到白宫在昨天说 总统拜登因为牙痛进行抽神经根管治疗 原定昨天要在白宫和NATO 北达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史托腾伯格举行的会议 也到今天举行了 拜登因为牙痛接受根管治疗 没有办法出席昨天的公开活动 他的医师说 拜登昨天是在右下额前旧尺有疼痛 结果进行检查 接受的是抽神经就是根管治疗 好 再看到迈阿密的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昨天抵达了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准备在今天出庭面对联邦刑事指控 根据在最新的民调 川普的共和党阵营中绝大多数是认为 这个案子是出于政治动机 川普在共和党的现在的民调当中 人气仍然还是数一数二的 好 我们在下边则看一下 这个是在一项新的调查显示 全美国一些最大的癌症中心 它超过有90%的中心 报告说直接受到美国目前化疗药物 短缺的影响 在现在国家综合癌症资讯网 日前发布的调查显示 全美国27个癌症中心里边 93%说化疗药物卡薄短缺 70%报告说类似药物顺薄 也存在短缺 这两种药物联合使用 可以制约多种癌症 包括了乳腺癌 肺癌 前列腺癌 还有许多类型的白血病 所以在现在全美国90%的化疗药物 现在陷入短缺 有关单位现在正在想办法做补救 好 我们在新闻里边 最后看到的这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在昨天请求法院 暂时阻止微软收购游戏开发商 动事暴雪 寻求在政府阻扰 这一桩690亿美元交易案的 这个案子获审理之前 让双方的这个交易案先不要完成 FTC表示 微软和动事暴雪已经暗示交易 可能最快在星期五完成 当局请求联邦法官 在美东时间6月15号晚上11点59分之前 阻止任何最终协议的达成 好的 朋友们 这是带给大家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朋友们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健 美国新闻之后呢 我们把焦点转到国际新闻 请和我继续一同关心 这次国际方面的重要消息 国际新闻第一个看到圣保罗的消息 巴西总统鲁拉 昨天就在巴西利亚总统府高员工 会见欧盟支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他批评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的协定中增加的条款 而且战略伙伴之间应存在信任 而不是不信任以及制裁 卢拉还表示欧盟已经通过具有域外效力的法令 影响协定的平衡 对巴西的农业和工业出口构成潜在的限制 在南方共同市场和欧盟的协定 由1999年以来一直都在谈判 经过了20年才在2019年完成贸易协议 一年后完成政治与合作谈判 目前正在审查中以共双方未来签署 巴西前总统波索纳洛政府的环境政策导致森林砍伐增加 也使得谈判变得更为困难 接着看到意大利 意大利前总统贝鲁斯科尼 昨天在米兰圣拉斐尔医院辞世享受86岁 现任总统梅洛尼则说贝鲁斯科尼是一名斗士 是意大利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报道中说贝鲁斯科尼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最后一通电话中 贝鲁斯科尼对梅洛尼表示 为他所做的工作和做事的方式感到自豪 那么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科尼在辞世之后 意大利地方教区则说 他的国葬仪式将会是在米兰大教堂举行 在现在贝鲁斯科尼辞世之后 他旗下的媒体拒拨的股价应声尽扬 这也反映出投资人是看好贝鲁斯科尼家族的事业帝国 将开启新的格局 贝鲁斯科尼在踏入政坛前 已经靠着商业电视台事业成为亿万富翁 他传出在意大利米兰一所医院 昨天辞世享受86岁 而他的家族控股公司费尼投资 持有48%的媒体拒拨的股份 M11这一家媒体拒拨 不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经营商业电视频道 也在德国电视7台逐渐取得了一定分量的持股 目前由贝鲁斯科尼的儿子执掌业务 面对美国影视串流拒拨 挖走越来越多的观众 这一家媒体 这个帝国也想办法从原有地盘意大利 扩大到欧洲其他版图 要稳住自己的针脚 好下边看到巴黎的报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昨天宣布美国计划由今年7月起重新加入这一个组织 结束华府当局由2018年终止会员资格以来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长期争端 教科文组织秘书长是在巴黎向各成员国代表 宣布华府要重新加入的决定 作为教科文组织的创始成员国 美国也一直是这个组织的主要预算提供者 一直到2011年教科文组织 接纳巴勒斯坦成为会员国为职 下边我们看一下亚洲方面 来自东京的消息 日本海上自卫队及航空自卫队 在昨天说日本7号到10号 在冲绳周边的太平洋和东海与美军 法国的军队实施联合演训 日本媒体则说鉴于中国军力的增强 日本 法国 美国三国认为 有必要要加强合作 联合演训的内容包括了舰艇 战机 潜舰的战斗等各种战术的相关训练 好 我们的新闻也看到 丰田汽车目标现在最快要在2027年 推出一款配备全固态电池的电动车 这种技术预料会让汽车充饱电后 续航里程比现在增加一倍以上 在日本的媒体报道 Toyota 丰田近期就在靖岗县一座研究基地 进行简报时 透露了上述的相关计划 预料全固态电池电动车技术 将会在2027或者2028年就会商业化了 好 最后我们看到的这是墨西哥 墨西哥的外长厄伯拉特和首都墨西哥市的市长 薛恩鲍姆在昨天双双辞职 以便专注于角逐明年的总统大学 执政的左派政党现在被看好 是能够赢得这场选战 厄伯拉特和薛恩鲍姆在相隔数分钟内 相继宣布请辞 表示他们将寻求成为在墨西哥国家复兴运动党的候选人 以便在明年的六月大选中 接替现任总统罗培兹奥布拉多 那么成为下一任的墨西哥的总统 好 带给大家这是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朋友们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霍美剑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呢 我们要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会儿 稍后我们再和您一同关系 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报道 先看到总书记习近平 在日前提出了极限思维 极端情况和风高浪急 惊涛骇浪的说法 引起了外界的揣测 习近平是在5月30日 主持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国安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时 他表示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 准备经受风高浪急 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而他6月7日在视察内蒙古的时候又说 构建国内大循环是为了保证 极端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行 根据外界媒体报道 在美中竞争加剧之际 习近平半个月内两次要求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 似乎是在暗示紧张局势升级的一个可能性 接下来看到在中国的经济方面 在经济各领域陷入衰退之下 知情人士则透露 中国政府正在考虑推出一系列的政策 内涵精力 内需 消费 房市 降息等最少十多项的措施 而最快会是在16号就会要进行相关讨论 借此提振疲弱的中国的经济能够止稳回升 根据报道这一系列的政策 正由多个中国政府部门在起草 知情人士说 中国国务院最快会在16号讨论相关的措施 方案的内容可能还会有所变化 至于什么时候会公布以及实施 目前仍然并不清楚 在其他的相关细节也并不明确 报道中说 尽管投资人可能会欢迎中国政府进一步提振经济的努力 但是能否恢复投资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这些措施的最终规模和它的具体内容 而中国央行在今天宣布展开人民币20亿元逆回购的操作 中标利率比先前下调了十个基点 这也是由去年8月以来首次往下调 分析说目的就是要刺激信贷需求 释放明确的稳定经济成长的讯号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 为了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以利率招标方式胎涨了20亿元 7天期逆回购的操作 在现在中标利率是1.9% 而在此之前是2% 逆回购相当于短期的贷款是可以增加市场的流动性的 另外在美国的商务部也有最新的公告 14日起将43家公司添加到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其中就有30亿家是中国公司 北京商报说中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在12日在联邦公报刊登了这一份行政措施 那么43家公司添加到出口管制名单 而实体清单当中 31家的总部是在中国 其中包括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研究院 以及隶属于上海超级计算中心的 上海海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另外因为经济的形势并不那么漂亮 中国电商巨头门在今年618购物节期间 展开了史上最激烈的价格战 直接拿出补贴和低价来拼搏 但是价格战是否能够凑效 关键还在于消费者的信心和消费者的意愿 与往年不同的是 中国各大电商平台 今年618都把重点放在补贴 还有低价位上 直接公布补贴金额和优惠的力度 而不再透过各种有趣的互动游戏来吸引消费者了 三大电商平台当中 淘宝天猫CEO戴山则在启动会中说 淘宝天猫将在使用者规模和使用者发展上 进行历史性的巨大投入 京东也寄出人民币100亿元补贴 推出近万款的商品 此外 拼多多也在5月30日 启动了618开门红的活动 承诺投入50亿元的优惠券 打造史上最实惠的618打促销 而在天气方面 中国气象局气候服务首席周冰在今天说 今年确定出现盛阴现象下 中国会回归传统意义上的南老北汉 因此要高度地关注中国今年 盛阴现象与2009、2010年 盛阴现象的相似程度 因为两者是极为相似的 在中国南方近期已经受到高温侵袭 连带式的用电量大幅提升 多个面临电力缺口扩大的城市 陆续发布倡议书 呼吁民众节电 同时也要求国有企业以身作则 室内空调是不得低于摄氏26度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方面中国新闻 上海的报道 上海市主流媒体东方网前党委副书记 也是总裁总编辑徐世平 现在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被双开了 他被指实践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 私藏和月看违禁书刊 挪用公款与违反生活纪律等 所以现在已经遭到双开 最后看到香港 香港当局今天宣布最多输入2万外劳的计划 其中建造业占了1万2千人 运输业有8千人 香港在2月解除防疫限制和社会复偿之后 多个行业出现的是劳工不足的问题 现在香港政府准备输入2万的外劳来做这一方面的调整 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则在今天重申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AC不属于每个国家或经济体 香港将会按照APAC的规则和惯例出席会议 好的 朋友们 这是带给大家在中国方面的报道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而在下边我们将把焦点转到台湾方面 和台北的新闻主播一块关心 来自台湾的最新消息 德州的听众朋友们早安 我是主要广播电台陈子华 现在提供给您台湾今天的相关消息 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在12号公布 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 草案当中提到 美台联合生产武器的可能性 以解决台湾军售项目延迟交付的问题 并且增强台湾补充自身库存的能力 而国防部在先对此回应 对友邦的国会任何有利于台湾的友善举动 国防部都表达感谢 国军将努力执行战训本务 强化整体的防卫战力 国防部发言孙立芳说 对于友邦国家的国会任何有利于台湾 对我们友善的这种移动 我们都相当的表达支持也感谢 那就国防部的立场 如何去以稳健务实的态度 去努力去执行我们战胜本务工作 那么强化我们整体防卫战力 这个是我们无可庞慨的职责 我们也会持续的努力 另外有关共军军期分两路陆续穿出第一岛链 展示风控台湾南北空海域的能力 孙立芳表示 国军对台海周边状况必然严密掌握 对中共各种的战备整备作为 包括联合战备警寻等 目的 手段与意图 国军均以料理从宽的原则深入评估 国防部作记事连战处处长林文黄也强调 国军皆有相关的对应计划跟准备 例如反封锁以及护航作战等 都在作战计划跟演习当中 持续强化应对的能力 另外国防部在兼公布了全民国防应变手册的内容 共有48页 国防部指出 这次手册已经强化了战士应除的指引 并且纳入敌我辨识 假讯席辨识等相关的资讯 并且载明个人紧急避难包所需要的内容物 以及避难处所查询的指引 全动署物理动员处处长沈威指说 提醒民众暂时可能发生封锁与扩害等情 使民众做好心理准备 在敌我识别方面 提供敌我军服的样式 我国紧销服装图利便于民众识别 在紧急苏山避难方面 供防空避难注意事项 同时国防部指出 这次手册吸取上次备受批评的经验加以改进 除了增加文字的叙述 浮以适当的插图之外 也提供各种严峻情况之下 较为详尽的应处方式 以协助民众生存自助 此外手册也整合了防空避难处所 急救责任医院民生必须品配售 及收容安置地点于 消防防灾一点通APP 便于民众的查询 全民国防应变手册 可到全民防卫动员署官网下载 民进党前副秘书长林飞凡在日前获得民进党征召 参选台北市中山北松山立委 但是民进党随后爆发性贫争议 其中一案为林飞凡副秘书长任内督导的妇女部所爆发 林飞凡遭到质疑督导部州 外界要求退选声浪频传 为此林飞凡在下午举行记者会宣布 自己经过审慎思考 并且和党中央反复的讨论 决定退出2024的立委选战 林飞凡首次为这段时间以来 关于民进党信贫事件处置过程的争论 所导致的社会纷扰再次表达歉意 林飞凡随后指出 虽然中央党部所做的调查报告 已经厘清事件处理的过程 以及相关的制度缺失 也厘清他并没有吃烟或者吃包币 但是他仍以最高标准表态负责 林飞凡说 信贫事件的爆发是社会集体重新学习的机会 他希望他的退选 能够让这场信贫运动 不再受到其他政治口血攻防的干扰 让聚焦制度的改革 达到更平权 更相互尊重的社会 而2024总统大选战股频吹 民进党总统参选赖清德 在近来除了擒跑地方组织部署陆战之外 也陆续开设了YouTube频道新系列 强打空战 此外 赖清德敬办也指出 随着三角都选战对手就位 社群策略将对症下药 调整为着重凸显候选的优势 赖清德文宣团队已经在6月正式的上攻 主要成员为协助蔡英文总统 竞选总统时的班底组成 近半跟党部共同作战 全力抢攻七年党族群的选票 而同时 赖清德竞选办公室发言郭雅辉透露 赖清德的文宣团队的分工为文宣制作组 社群网络组 影像小组分工筹划 与执行竞选文宣的相关工作 曾任台北市长的吴伯雄 黄大洲 马英九 郭龙斌 科文哲以及现任市长蒋万安才今天引邀出席 1920年以来的台北市长纪录片发表会 科文哲表示 很荣幸担任市长的八年也包括在内 当年他是政治素人参选台北市长 提出改变台湾从首都开始 改变台北从文化开始口号 是台湾第一次以改变政治文化为诉求的选举 科文哲指出 他相信政治的核心是执行力 例如任内新建的万余户社会住宅 与都在改建的主要市场 而他非常重视的财政纪律 让台北市有别于其他县市政府 科文哲说 科文哲并且表示 台湾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台北是个光荣的城市 回顾过去一百年 其实我们都是光阴百代的过客 可以流传更多的则是政治价值以及信念 希望曾经努力过的价值与信念 可以让台北变得更好 另外 新北幼儿园未要暗示持续的延烧 外界不断炮轰新北市府拖延处理 新北市长侯友宜在今天表示 副总统来清德指新北很早就接到通报 这是抹黑造谣 新北市第一时间通报地检署 并没有掩盖案情 他并且表示 办案的过程要保护孩童 也要误网误众 不用制造氛围 让很多人恐慌 因此新北市府全力地配合检方 外界很多说法都并非事实 侯友宜说 所以那副总统以及很多云代 甚至很多人在说的绝灰事实 都是制造口方 让很多人以而传而 新北市已经多次澄清 新北市第一个时间接到报案 就启动报警检网侦查 直到今天完全都是在查证 以及在整个警方的侦查体系以下 行政体系就快速地展开的配合 另外针对侯友宜的支持度 夏华在建议备受 未要案的抨击 媒体报道指出 来以内部开始酝酿换猴的气氛 而对此侯友宜表示 他会坚定自己的脚步 面对所有的挑战都会全力以赴 这是他的责任 而针对国民党在今天之一 民进党在新北幼儿园 未要案4月通报 是恶意曲解时序 进行政治斗争 散布假讯息 民进党发言张志豪表示 国民党预期推卸责任 不如好好地劝劝新北市长侯友宜 直接面对民意 亲自到议会做专案报告 同时也向外界说明 是否的处理过程 COVID-19疫情仍在升温 疾管署疫情中心副主任李嘉玲 在今天在例行疫情记者会当中表示 在上个礼拜每天平均新增245例本土中重症的病例 跟前个礼拜244例是相比持平 而上个礼拜口服抗病毒药物领用数量上升 住宿市简易衰减阳性率达到2.3% 较前一个礼拜成长相当多 也显示疫情是处于高点 由于疫情仍是处于高峰 而死亡数是延迟指标 因此预期未来COVID-19死亡病例仍会上升 而除了COVID-19疫情之外 流感威胁也未歇 国内流感疫情仍是处于高原期 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表示 COVID-19跟流感疫情将持续到整个6月 未来一两个礼拜将在观察 是否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那但是流感跟新冠的话 可能整个6月份 跟上礼拜所说的一样 都还是会处于一个高点 或处于高原期 所以何时能够更明显的反转 还有待观察 不过至少看起来就是说 流感是已经这个止升 就没有在升 是持平甚至有一点点下降的趋势 那新冠的话则是病发症 这个首度看到有持平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两个疾病 目前应该都是达到最高峰 以上就是今天台湾的相关消息 提供给听众朋友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感谢观看 和ика